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是鸣哥 就在不久之前 米哈游官方已经结束了3.7的前端直播预告 基本已经确定了原生3.7版本的主题就是七圣召唤 内置于原神里面的一个卡牌游戏 距离原生的七圣召唤发布已经过了不知不觉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各位最近还有热忠于这个小游戏吗 从0到5分给出一个数字 数字越高代表你越期待 来来来5秒钟时间521 原生这个七圣召唤在刚上线的时候 我个人是能感觉到玩家们有非常高的热情的 但是最近确实非常少见到关于七圣召唤的讨论了 而且老实说啊 如果热度真的高的话 我刷一刷b站 他自自然然会推送给我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明显的动静 那多半 其实大家应该也是并没有特别大的热情了 事实上 在关于前瞻直播的动态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被点亮的最多的评论就是 为何米哈游会大胆决定用一个活跃玩家 并不多的七圣召唤单独作为一个版本的主题 能不能分析一下背后的逻辑 看前瞻直播的时候始终无法理解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玩家们在楼中楼的回答被点亮的比较多的 第一个想让新铁再多一个版本的热度吧 第二个回答确实非常大胆 感觉现在已经是退坑炒了 4.0得做的多好才能够挽回玩家 然后第三条评论是 最近不管是自家还是别家的游戏热度都比较高 不如暂避其锋芒 由此可见 对于3.7这个版本大家基本上统一的见解都是确实比较长草 只不过长草的原因以及其有可能造成的影响 大家都似乎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先说说第一个玩家的看法吧 米哈游是不是想让星穷铁道再多一个版本的热度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看法应该是不正确的 应该说我们看待事物的时候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因为原神不管是2.7也好 2.8也好 或者说之前的1.5 1.6也好 基本上都是在暑假开放新版本之前都有这么一两个版本的大版本的涨草期 因为游戏这种东西呢 你肯定制作是需要攻起的嘛 那么自自然然的就有更新的内容比较多的周期 或者说更新的内容比较少的周期 而有些时候呢 它虽然看起来更新的比较少 但是其实背后工作组是在马不停蹄的照样准备着新版本的内容的这个3.7 3.85就乃至是3.6 大家如果感觉到内容好像比较涨草的话 这个很大的可能性单纯的只是一个周期罢了 米哈游在背后其实大概率也是在敲锣打鼓的准备着水国的新内容的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涨草期 我觉得跟是不是想要给新铁一个版本的热度是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其次大家搞清楚 行穷铁道跟原神它两个项目组大概率在公司内部应该是独立且相互竞争的 很显而易见的 假如新铁的流水高了 你们觉得年终奖会分到原神的项目组去吗 这个很显然不符合公司的管理逻辑 对不对 那么问题自自然然就很简单了 这假如你在米哈游运营一个项目吧 就这么说 你会选择在原神的3.2上线呢 还是会选择在原神的3.6上线呢 这个答案是不是很显而易见 很好理解的 大家不要去想象一家大公司内部是完全一致的 干什么事情都是相互协同呀 非常团结什么的 没有这么童话故事的 不要把太单纯的 太明显是梦想的东西强加在什么 现实上面 当然肯定内部或多或少 可能有一点默契 但是我想换各位去米哈游运营一个项目 关回到自己kpi的时候 让你自己去选择这个上线时间 你肯定也会避开原神的热度最高的时候 对不对 你需要米哈游那边的高层 就打比方说大伟哥来命令你 你才会选择在原神的3.6上线吗 不会的呀 如果一个运营需要大伟哥命令到这个份上才会这么做 那么我觉得这个运营就不及格了 他一开始就很大概率不会被米哈游拼用 我并不认为这个到底是谁给谁让热度的问题 应该只是单纯的决策层面的一种策略 我经常看到有玩家这样吐槽说什么 哎呦我反馈的所有的问题 米哈游都优化到新游戏去了 无独有偶 其实在动态下面 我也看到了一个玩家在这样抱怨 会这么想 其实非常正常 但是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啊 就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大家还是要搞清楚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内部肯定也是有竞争的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大前提 那就是原神跟新铁本身就不是一个部门 那么如果你们自己在米哈游的内部运营一个项目的话 我打个比方啊 这就好像在你在课堂里面上课 然后你听到了有人在建议你的同桌怎么样做才可以提高效率 然后你听着呢 你就去改了 自己主动的自发的去采纳了 因为你觉得确实有用 就尽管你的同桌不为所动 他可能还是觉得自己的学习方式才是最有效率的 然后此时有一个人跳出来讽刺你的班主任说 哎呀 你看你 我给你的学生这么好的建议 结果优化到另外一个学生身上了 你班主任必须全责 那我想此时班主任肯定是一脸懵逼的 如果站在那位学生的立场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魔幻 我听取了建议 我去改了 那是我的事情啊 怎么一个回头就讽刺到班级里面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所谓的玩家们的建议 你不要说米哈又听不听得到 我就问你们 心穷铁道那个部门的人听不听得到 他们随便去看一下网上 这很多这样的舆论 随便一看就知道的 玩家哪些地方不满之类的 哪里需要去翻什么大数据 还跑到原神部门去看大家的反馈什么的 不需要的呀 这你随便翻几个视频 看一看前排的高亮 就打比方说我现在这个视频里面所聊的 基本上都是那些东西吧 收集一下建议 基本上大框架都是能出来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采纳还是不采纳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不同部门自己的自由和选择 你们想想米哈又的高层哪里这么闲 每天还要到网上去看各种玩家们的建议反馈什么 然后还跑到每一个部门去 你这个决定改吗 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部门问 你们这个又决定改吗 然后又跑到另外一个部门去 你们这个有决定采纳吗 这么操劳要死人的好吧 所以我觉得把一个游戏的反馈优化到另外一个游戏上面 这个思路和想法本身大概率是脱离了现实的 脱离了一个大企业的现实 米哈又已经不是小企业了 大家不要用那种小工方的运作思维去理解 因为大家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多半是倾向于把米哈又想象成一个完全的只有单个思维的整体 对不对 但是现实世界肯定是没有这么单纯的 这个就是大企业 即使表面上大家和和气气 ad里面彼此在想什么 你都搞不清楚 这个就是社会一定程度上面的协调肯定是有的了 但是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想法的 只不想出人头地不是吗 上进心使人进步 也能使一个企业进步高层的那个视角来看的话 他们肯定也是更乐见彼此之间是竞争的 相互进步的 对不对 这同时也是我们作为玩家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之前我们老是说有商不给力 自选五星没希望了什么的 哼 老实说自选五星我是一点都不care了 但是我也是很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竞争的 毕竟没有竞争的市场只会是一滩死水 其实我跟你们说吧 当年换塔刚上线的时候也有不少甲方来找我的 希望我可以做一做关于换塔的视频 他们也好趁一波热度 但是老实说就是我做视频的第一动力主要还是自己想不想玩这个游戏 这个换塔的怎么说呢 那个质量我第一眼看过去啊 感觉虽然还可以 但是那个建模实在是不太符合我的胃口啊 当然可能还是给的不够多 这要是一个视频给一百万 我就实在不能拒绝了 对吧 阿姨不要这样 太多了 一百万太多了 九十九万九千一时一时就行 不要往口袋里面塞 这个不好意思的 当然画风这种东西看起来因人而异了呀 也有一堆的游戏 他虽然说建模做的很有特色 但是玩起来也很好玩 这些我都知道啊 那毕竟游戏性跟画风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 可是我个人就是这样嘛 就是画风如果特别不对胃口 也没有其他额外的刺激的话 就可能不会去入坑了 后来试试证明之那之后缺缺的 确实是换塔的热度也不停的走低 哎 其实我觉得真的二次元游戏啊 很多厂商在做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把关好的真的是建模 包括不仅限于身材比例啊 动作的自然度等等等等 而次元游戏不是说游戏性不重要啊 但是我觉得根本就是处理占七成 游戏性占三成的嘛 你不能剪了芝麻掉了瓜的 该把关好的地方还是得把关好 而最后事实证明换塔也没有从任何方向威胁到原神 哪怕一丁点的地位 很多玩家就表示非常的失望 而最近呢 新穷铁道的横空出世 我觉得他表现应该是超越了很多人 就包括我在内的期望的 我跟你们说 我一开始对铁道的那个期望就是 哇 这个米家的美工不错 这个建模也把握的到位 玩他 我跟你们说 只有划分好的那种二次元游戏 剧情很拉西的 我也玩过很多了 也不差这么一两个 对吧 如果觉得不好玩就弃坑呗 没想到老师说真的超过了我的期待 而且超越了还挺多的 我觉得星雄铁道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有一点慢热 就导致可能会有不少的玩家没有办法坚持到感到有意思的时候 这个是我唯一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 原生的早期开放能干的事情 老实说还蛮多的 相对而言 星铁就实在显得太慢热了 啊 但是老实说 我也玩过一堆慢热的游戏 你比方说异度传说二也是很慢热的要死的 可事实是好游戏 你认真做了 试金子他总是会发光的 我觉得做游戏这种东西 有些时候就是设计者跟玩家之间的交流 什么地方用心了呀 塞了一点小彩蛋呀 玩家们发现的时候就会感觉很开心 这种是相互的 你认真了 玩家们自然会发现的 我当然知道 可能有一些极限的情况之下 一些宝藏的游戏最终还是被埋没了 但是考虑到星雄铁道 他毕竟是米哈游的这个平台为大背景 宣发出去的游戏 你只要做的好 那肯定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关于这一个高量评论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大家的几个回答 普遍都有这样的看法 就是4.0到底得做的多好才能够挽回玩家 其实关于这一点 我在YT的评论区也看到一条非常弱的 非常有意思的高量评论啊 多半是来自国际服的玩家的 原本只是想给长草期的原神找一个富有 结果延伸现在变成了富有了 我们看到这个评论下面的楼中楼说大跃卡转移阵地 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有同感啊 有同感的把是我了打在公平上 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玩家有类似的感想 其实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一些玩家提出的比较理性的观点就是 其实没有哪个游戏是富有 单纯就是以后哪个游戏长草了 就去玩另外一个了 但是下面也有玩家一针见血的指出了 主要是大小月卡都已经转移阵地了 其实老实说吧 大跃卡原神现在不买也没啥 对于老鲜鱼而言 在六十几都满了一年之类的 今天可能就是单纯的要么就停买大跃卡了 要么就是把大跃卡买到 新穷铁道上面去了 有一个新游戏可以吸纳玩家们的新的热情 对比还有而言肯定是正面的 而对于内部而言 不管是原神也好 还是铁道也好 以后这个流水就是要大家去争取了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家独大就躺着拿了 有些玩家可能最近觉得那原神会不会觉得有点慌啊 那毕竟新穷铁道的流水真的是最近还挺强势的 就根据我听说啊 新穷铁道开服期的超某鹰的流水啊 记录是跟 当年原神开服差不多的 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 新穷铁道对标的可是现在的某鹰啊 一坤年之后的某鹰啊 这个战力单位自身是在过去几年不停的成长的嘛 所以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慌不慌了 反正慌我在那个位置上 我会挺慌的 只不过他们完全不慌 我也一点都不意外就是哎呀 我们做的这个游戏就是宇宙第一的4.0一开 那些玩家不屁电屁电的回来了是不是感觉画面感特别强 而且很符合大家平时的感受到的那一种 没有 我没有笑 主要是突然想到有朋友生女儿了 不过客观的说啊 大家可能已经过去挺久了 有一点回忆不起来当年3.0虚迷刚出的时候那种感觉了 其实原生的3.0版本刚开始 我认为是黄金开局的 不仅新地图让我眼前一亮那种欢快的阳光明媚的感觉 以及原魔门在地图上面那种非常有生活感的表情 都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而且3.0前半段的剧情都是相当出色的 就连我这样的强度区的主播都会做视频聊一聊剧情 这个并不寻常 因为我告诉你 我是神经百战了 这批评空间上面达到八十分九十分的游戏 我哪个没玩过 我会出来聊剧情那说明剧情是有一定的亮点的 就虽然原生的3.0大版本进入后期之后 总体表现慢慢的就转向了涨草了 但是如果原生那边认为他们在4.0能够 提供跟虚迷前半段一样的质量 甚至能够做得更好的话 他们如果有这个自信的话 那么他们不慌 我也是完全能理解的 当然这个大前提示 他们真的能够做到 如果做到了 就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是金子自然会发光的 是吧 我又间接给压力了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有竞争肯定是好事 你还有自己肯定也是希望看到竞争造就进步的 而且我相信对他们而言 他们肯定不希望这个竞争来自外部 像现在这样一群玩家把从左边口袋的钱 从左边口袋的钱 从右边口袋去就特别理想 你说我说对不对吗 戴维哥 对于我们玩家而言呢 现在也是坐享起立 打起来打起来 想要钱包里面的东西 就把游戏质量做好 做得好 玩家们就开开心心买单 对吧 这个才是最健康的游戏环境 我们回到动态下面的高亮评论吧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玩家 其实还是在对新版本是七圣召唤的主题 感到有一点困惑 为什么原生方面要选择这样的策略 其实大家回过头来 看看YT下面的这一项 一个量品 就是想要给原神找个富有 大家去思考一下 首先为什么玩家们想要去找一个富有 就是因为涨草啊 那么涨草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缺乏常驻的玩法呀 哎 那这个一切的逻辑是不是就对上了 米哈游为什么要在三点呸 原神为什么要在三点七选择这样的策略 你看我连自己都还没有完全分开了 就潜意识的把米哈游等于原神 原神等于米哈游了 我觉得原神那边的想法是这样的 既然缺乏常驻玩法 那么我们就 就脚踏实地的打造一个常驻玩法 让玩家们不要感到这么无聊 自自然然的就不会去每天想着什么 找一个富有来弥补原神的真空骑什么的了 这个思路应该是很简单的 而且卡牌游戏它本质上其实就是回合制游戏嘛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想要更加完善其身召唤 把其身召唤的热度给拉起来 可能一方面也是这样的策略考虑 就是我们原神自己内部就有属于我们提瓦特 自己的回合制小游戏 真的想完 那么你们玩这个就够了 就我猜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策略考虑 这个策略逻辑 我猜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所有的策略都是完美的on paper 一个策略 他单纯的是算盘打得很响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现在3.7的大主题都是齐声召唤 玩家们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根本原因 主要是可能有比较大面积的一部分玩家平时不关注这个游戏 你现在又要拿出来临阵魔枪 大家就会可能觉得有一点唐突 这侧面说明了七声召唤本身这个游戏啊 平时的经营跟栽培是不够的 但是不够也没办法 这就好像有些学生他平时不学习 真的要考试的时候 那也只能够咬牙临阵魔枪了 对吧 起点再低 那事情也总得开始 你不开始的话 这个事就永远不会开始了 推一个回合制游戏来填补这个涨草期 本身想法非常好 也非常符合逻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教科舒适的对应策略 意图很好分析 但是能不能够 成功是完全的另一回事 大家认为最终会有很好的效果吗 觉得会的 扣个一 觉得非常怀疑的 扣个二 我反正自己先扣个二 OK 今天关于动态下面的玩家们所提出来的话题的讨论 我们就到此打住 如果觉得有意思 不要吝啬点赞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友善参与讨论 后续的视频将会更加精彩 视频将会更加精彩 一件三连观众的频道 后续频道带来更多的区 又更有含金量的游戏资讯